本來宋主席說要再來跟我見面 但是後來李秘司長建議說還是直接通電話就好 所以通了電話他告知我 然後他決定參選 很遺憾 在參選總統的路上 金平沒有取得最後的機會 要跟支持我的朋友們說一聲 謝謝你們一直在我身旁一路相挺 也萬分感謝那些不可計數 默默的期待 關心並盼望我參選的國人 誰敢遺憾 但我要說的是 今天並非是結束 而是邁入我人生的下一階段 要繼續奉獻讓台灣更好 昨天下午他們開會做最多決定 所以由李秘司長李委員 他安排我們兩個人通話 本來宋主席說要再來跟我見面 但是後來李秘司長建議說還是直接通電話就好 所以通電話他告訴我 然後他決定參選 我認為這個無法參選雖然是遺憾 但是沒有參選也是一個責任的加大 因為我這個對大選還是期待所有的獲選人都能夠依照我剛才所講的這個理念 這樣一個政策去推動他的一個選舉 還要推動未來的實政 那在這裡當然更感謝所有一路上陪我 支持我 盼望我 關心我 的所有的國人 那我也非常感謝我的團隊 這八個月來各方面的付出 我支持的是軍務理念相同的候選人 他的政策能夠符合我的期待的 當然我是支持這樣的人 立委有必要的話 他們來要求我會衡量我的時間 那盡力的來協助他們 總統就是總統 總統方面 現在看不到有人提出什麼樣的好政策 這個他們或者是好的一種說法出來 讓人民安心 符合人民的期待 符合我不二中道的一個期許 所以現在看起來還沒有什麼對象 以後當然再看狀況